字幕提供 9月10月 始終我們這些高質馬 貴初硬是未上歷 而且始終我們大家有點不習慣 所以差了一點 但是給我們時間適應 做兩句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我們11月一開播 就是這個贏霸全世界第一個星期 五勝一走 天下我擁有在哪裡找 貴初因為每隊球隊的狀態和上季不同 我們正在摸到 現在幾大聯賽的大球隊 我們已經摸到他們 實力有多深厚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11月的月頭我們贏到板板 剛剛過去的星期 六場球五贏一走 現實也是這樣說 很多球迷這個星期 湧著你一起加入我們的計劃 希望你未加入的話 可以快點和大家一起贏 因為我們贏全世界很簡單 只要你想賣Radio的專頁 找回贏全世界的節目 進去的時候 最重要是輸入你所有資料 填上正確的Gmail帳號 因為其他Email帳號 就很難傳給你 最慘的是有些朋友問我 鵬哥 加入你一年有沒有九折 當然沒有 哪止是九折 很簡單 你看到加入一年 整年都買過全餐 就不止九折了 我們有九大組合 六大聯賽 加上另外有三大組合 一個組合就是六個聯賽買完 另外有兩個組合就是買法日澳 另一個組合就是買特勢英 其實最好當然是買了全部 全部聯賽都買了 剛剛這輪我們五中一酒 其實如果你是全餐的話 其實這麼多場合 成賣的倍數也很厲害 因為我們計算最後的倍率 成賣差不多接近十九點二倍 但如果你早買早享受的 我計算過了 就應該三十多倍 對 身體五中一宿平半 對 所以贏爆全世界 希望和大家一起贏多一點 很簡單 所以大家記住多支持我們 而且現在幾乎爆了 你知道香港人真的跟紅頂白 一撞的時候就拍聲 不要緊 我們賣Radio的手足 沒錯 他們做事很穩定 不怕你加入我們 是多項目 沒錯 現在還有月頭 所以現在加入我們 都一定有你賺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贏爆全世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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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才看到贏爆全世界的POMO 除了加入贏爆之外 記住今晚開禮波 這星期二的節目都需要大家支持 有來到月初 所以又是交月費的時間 希望大家放金到今晚開禮波裏 支持一下這個節目 否則沒有這個節目就不能跟大家講波機 其實每次我聽到那段聲音 那個女士 又來到月初的時間 對 那個感覺好像在酒樓 即公投為用線 對 很奇怪 但她說的話絕對 又是月初的時間 也要有賴大家支持 其實我也覺得很厲害 想到這個想法 自發性 自願給月費 其實還不錯 很多節目的反應都不錯 也希望除了支持我們三個之外 也支持MyRadio 因為很多多元化的節目 今年在MyRadio都放了上架 希望今晚開禮波 你見到教授會看成績 看看今晚開禮波行不行 原來不能收的就收了我們 是呀 星期二見不到我們就不想開心 所以大家要用心 其實不錯的 我們今晚開禮波是八月開始吧 八月開始 八月開始 八九月 這個逢星期二的大家自願性課金節目 其實一直的反應都不錯 所以支持了77.7計劃 也要多謝大家 77.7計劃其實可以成十 是呀 你會給十的 如果你剛才那星期 跟足我們買了五六場 全都中了 這個月就給十個 77.7都可以 沒錯 沒錯 請大家繼續支持 好了 已經黑銷了很久 為什麼呢 倒下波鐘 你猜兩個人做九個字的節目 還要全程都這麼清楚 是這麼容易 不過我和阿昇這麼多年 合作無間 沒錯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吹水是一定要的 除了吹了這些計劃之外 其實新聞呢 我們真的可以吹不到 今天這宗也很夠軍動 其實如果有看波連資夠內的球迷 一直都很欣賞這個球員 甚至如果你喜歡意大利國家隊 也都是覺得沒有了她是不行的 沒錯 就是派路 我經常以為她是唱新的歌 給自己一個 但不是那個是阿姆仙妮 但都是差不多 那個是阿死的時候 Happy Birthday to Me 我經常誤會了 但都不是 但大家都是中場的 沒錯 朱瑋珊現在好像是有線 我不知道 好像有線月刊看到她 不是很清楚 但是派路現在已經去美籍 大家都知道她在義甲 在AC早雲的年代 色色蜂雲 然後去到晚年 其實也不是晚年 是三十多歲 如果她是晚年 我和你都晚年 不是你不是 你二十多歲 不要太誇張 剛剛三次 老實說 派路他退下來 都不及保方還在打才厲害 但不同的 大家圍字不同 派路打個中場位置 走上走路 只站一個位 所以他打久一點 大家記不記得她在打哪裏 她現在在看紐約成 在美籍那裏 在美籍那裏打 但她可能是年紀大 有時都會受傷患 的困難 新聞就說 她12月就會掛蝦 也有些新聞說 她掛蝦會不會去教哪一隊 也有傳說 她可能去車路士 不是坐正 可能還有教練團 就未肯定 但她應該會 早點時間 但她會先陪她家人 通常都是這樣說的 但其實派路 大家記憶中 他都效力過很多大球會 國際米蘭 早雲達斯 AC 兩支米蘭 他都踢過了 甚至乎 在2006年 意大利怎樣能夠 贏了世界盃決賽那一刻 他都有份 所以派路的足球生涯 大家可以看到 今星期日 他對紐約成 對哥倫布基元那場球 就結束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派路的球迷 就在不同的渠道 嘗試看那場球 尤其是老球骨 對派路的退休 一定更加感觸良多 不管你是否二甲球迷 是否喜歡AC祖雲 或者是否意大利國家隊的粉絲 也好 其實派路是頗有球味 踢過很多大會 其實他初初踢球 但我還未踢球 即是他踢國米 聽說他那時不太受重用 又外借過 然後回到AC祖雲 才大放異彩 接下來期待 看看他會不會做教練 可能有很多巴打會做一些比較 意大利曾經豐窩時的中場 會不會有些甚麼接班人 或者有些人會做一些比較 現在誰誰像他 做到他那隻東西 射罰球等等 教砲很厲害 有他那麼厲害 他的罰球真的厲害 也是意大利國家隊的數一數而堅 所以就先無以待 看看會不會有些新上位 也能夠取代到派路 今晚我們也說了 除了剛才第一部分 給了兩場大家的重心 今晚喜歡一點點 我入夜還有多場 做了一場 羅奇代爾對著布力班 這一組 羅奇代爾和布力班 大家都未肯定出線 正正是這場 他們兩隊要交鋒 哪一隊贏 就肯定能夠出到線 但如果和球的話 羅奇代爾就出線 不過布力班 隨時就被後面那兩隊 蓋上來 但在心態上 看看他們是否重視 賠率方面 其實這一場球 初判 其實布力班和羅奇代爾 都是開過平手 現在這一刻 變化不大 客勝的賠率 最初是2.3 現在也是回到2.35 和球是3.15 主勝是落飛 落到現在265 平手 作客那隊 本來由76 回到81 主隊是202 落到196 主隊落飛 現在羅奇代爾 其實在甲組聯賽 兩隊都甲組 布力班就甲組第六位 然後羅奇代爾又甲組第十九位 如果論到排名 其實你看到甲組的表現 當然布力班好些 但布力班好 他好在於什麼呢 他聯賽打得好 就是因為有作客 他的作客夠穩定 因為他的作客環境 其實他的不白率都挺高 現在布力班打聯賽的作客 他有七場 不過他只是輸過兩場那麼大把 而羅奇代爾 其實他現在排在第十九位 因為你看到其實他主場很厲害 但又是作客不多 但這場球 其實如果二波論波 其實布力班都真的會比對手高 還有其實看回 之前打過兩場的英格蘭錦標賽 其實布力班擺出來的人腳 又不算太頑皮 其實都用回平時打聯賽的 那些差不多是球員應戰打這些杯賽 那這場球如果在一個 剛剛叫做九月頭的時候 作客環境都贏過羅奇代爾 其實理應在那個能力上 都一定會高一點 所以這場球如果有平手 衰側回飛 我都覺得布力班是可以稱高些 也是的 還有這一組的分數比較近些 羅奇代爾只有四分 布力班三分他就一定要搏 布力班一定要贏才可以出線 而羅奇代爾和也可以出線 所以他們是一定要有東西爭的 還有這場球從我盆口看 我都會相信和阿星一樣 都會相信布力班 另外可以加多飯 看看一個入球小 入球大小 其實今晚大家不小心 有手痕想按一下 即管選入球大小 我覺得就不方會多波入 因為其實他們各自 所以防守都算是可以 例如布力班 平均一場頂洞都算是失 失一球左右 布力班 不是呀 七場作客只失四球 羅奇代爾在主場 其實他的防守都可以 八場主場只失八球 所以他們很難 剛才你說季初那場也不是多波入 三球那場 那場三球 但他們會是負選出擊 所以就不會預計 會說全部都是主力出來 小其實都真的可以選一下 而且這場 我們今天選的幾場 全部都有讓球 對 有讓球本 還有呢 特別在於一件事 就是這一隊的布力班 其實開季打到這一刻 打一些杯賽挺聰明的 布力班 剛剛在銀行足中杯 三比一贏了班列特 之前他打那個聯賽杯 他都能夠可以之前在八月頭的時候 作客對高雲地利都能夠贏到球 不過可惜之後 他要面對著英超球隊搬離 他才會輸 其實他在近期來說 打一些杯賽 對著一些低組別 大家同級賽球隊 其實他不輸蝕 所以其實剛剛在季初 都贏過你了 羅奇代爾 我覺得這場平手的 就不要走雞 沒錯 布力班 暫時給了金銀行下盤 莫達賢 撲致茅夫 和布力班 做多一場 一定是選剩餘那場有讓球 剩餘那場有讓球 剩餘那場有讓球 就是修安聯 對著高姐士打 其實我覺得這些錦標 雖然小還小 但剛好今輪 是他們的分組賽第三輪 最後一輪分組賽 其實還說得到 好過你如果小組第一輪 你又不知道他要不要 其實現在有些已經拿夠分 他就很肯定是不去的 那些可能不是他對家 其實挺好玩 這場修安聯 對著高車士打 那個票數 大家可能都知道 修安聯是夾組的 客隊高車士打 就越早13 主隊就夾組11 都是各自的中游 主隊要讓就當然了 讓到半一 都算正常 半一盤 那些票 我不知道有沒有落到 其實修安聯和高車士打的票 這一場很明顯 作客那隊有些票 作客那隊 不是一起回 特別在於 主性 原來主性 175 初盤落到168 和波35是初盤 現在也有少少回 客性也有回 高車士打3.7 回到4倍 兩半一主隊 哇厲害 2.1 落到2.02 主隊 對 上本也落飛 更加正常 我覺得最怕 應該要贏那隊 竟然是回飛 形勢上 這一組 有一隊 機靈涵現在6分 但是機靈涵 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贏過兩場 機靈涵就是夾組 這一隊叫做高一班 修安聯 現在就3分 另外高車士打 今場的對手2分 還有雷丁U21 包尾1分 形勢上修安聯是一定要贏 贏他一定出線 所以鬥心很明顯 要讓半一絕對是正常 其實修安聯的主場 亦發揮OK 如果聯賽來說 是四勝四合不敗 計算所有比賽 他主場近10場 只輸過一場 剛剛捉獎盃 捉獎盃 叫做輸球 捉獎盃 捉獎盃 但捉獎盃 回到主場的修安聯 其實今年主場的分別也很大 近10場主場 只輸過一場 有五勝四和 對著高車士打 本身作客也挺頑皮的 兩勝兩和四副 而且他一月早的作客 平均每場都要塞兩球 所以這場比賽 雖然近方也挺好 這隊高車士打 但也不是出全球 而且飛數也反映了 修安聯的影響 其實真的高一點 有主場 也在形勢上要得分 所以這場我覺得 可以選擇上盤修安聯 其實修安聯 上年打英格蘭錦標賽 他分組賽 是以一哥為止出線 所以其實他也不能說 他不重視這個賽事 現在到這一刻 要背成借一 我想他一定會盡力去打 而去年他最慘的是 打分組賽出了線之後 打之後那一回合的 第二圈淘汰賽 他是射十二馬 被牛津聯射死了 所以到最後 牛津聯入了決賽 牛津聯決賽 就輸給高雲地利 去年這個杯賽 高雲地利拿冠軍 所以修安聯想說些什麼 就是去年他被哪對淘汰 就是被到最後亞軍的牛津聯 在十二馬踢走他之前 所以我想修安聯某程度 對英格蘭錦標賽 都有一定的重視 是的 這個比賽去到決賽階段 在溫布萊上見 都有些份量 難得可以去溫布萊打 都可以 所以有些球員都會拚命 所以我覺得這場也能拚得過 這場我自己兩場心水 撲錢茅夫 修安聯 阿星都尊 阿星那兩場我也很喜歡 我落大咸和那隊的暴力搬 所以球迷可以嘗試一下 買一條四川五 用來過關 看看會不會有些意外收獲 當然 但我覺得買這些球 駐馬就不同 在贏包 如果有裝飾包 其實不同 所以球迷要控制住馬 我們贏包都不會給這些球 如果贏包叫你們買收安聯 我覺得球員都比較奇怪 因為你都不知道 說真的對球是甚麼顏色球衣 我不知道 我肯定叫你買都奇怪 但沒辦法 接下來的國際賽 都期待可以看我們有線電視 星期四、五、六 其實都有直播 星期二、三的球 叫做那個冷河 叫做過下首人 可能大家已經預示 接下來的國際賽 歐洲區那些 因為已經是富家賽階段 其實我們之前的分組 我們都已經談了一會 有八隊 我先看看分組 八隊打自家賽 丹麥對愛爾蘭 瑞典對意大利 這場我覺得是最好的 北愛又對瑞士 還有一場就是克羅地亞 對西蘭 星期四有兩場 其實可以了 有一點時間 再看看 說一下北愛爾蘭那場 星期四 因為那場球 我記得我們都會直播 不愛爾蘭 對著瑞士這場 暫時的初判 叫做讓評判 就是瑞士讓 作客 就讓評判 就是九一 受評判的不愛 就是九三 其實 叫瑞士 因為都要讓球 因為瑞士 在一個組裡 最後被葡萄牙壓住了 其實他最後那場 他都挺慘的 輸給葡萄牙 因為每一組 輸給葡萄牙 葡萄牙就變了27分 叫做有少少壓住他 他也是27分 其實他在十場的分組賽裡面 九勝一負 其實勝出率很高 瑞士近年的人腳也是厲害 因為整體 有很多外流 去到比較大的球 其實人腳 我覺得是比北愛好一點 但沒辦法 因為同組 始終他的硬 都要打附加賽 例如意大利 不厲害 但同組去意大利 沒有辦法 要刺明去踢附加賽 但實力上 一定是高一點 北愛還是高大軍 北愛是C組的刺明 C組還有德國 德國已經出了線 因為他的手名是30分 北愛只有19分 差了一節 差了一節 所以初盤我覺得挺合理 作效讓到評判 其實我覺得兩隊球 如果輪到打國際賽經驗 當然是瑞士那班比較穩定 其實大家分組賽的情況很特別 大家都是四贏一輸 怎樣四贏一輸呢 北愛五場的主場賽事 贏四場就只輸給德國 而瑞士作客也是 贏了四場就輸給榜首的葡萄牙 兩隊球在分組賽裡面 表現都算出色 但如果在大家的盤口上 我覺得如果以一場附加賽裡面 有個主場之利 北愛爾蘭 其實北愛爾蘭的排名 現在都升了很多 打到23位 上年歐洲國家盃也有份打 我覺得如果你一開出來 要受讓 真的看不上北愛爾蘭 你光看盤 我覺得莊家的信心 都已經在瑞士方面 都是 不過大家要留意 要踢兩回合 其實瑞士是否作客這麼容易贏 因為北愛主場 其實是有少少威力 我自己會看高瑞士多少少 但我不敢說很肯定會 上門一定會收到 我都叫做坐著半格 有機會可能會虧半格 你看看和波培率都偏熱 2.7 是2.7 分分鐘大家可能先找手 回來主場才會及你 其實半場和都可以 半場和 1.75 半場和很熱 這場比賽 再看看 杜騎士的陣容如何擺出來 因為 我想在能力上 瑞士會比較高 而且 分組賽中 其實瑞士的後防 都有功力改善了 所以 評判相對上半是很直撥的 不過我真的靠主場 近10場主場 是贏了8場 當中也有些比較硬的對手 當然 整體來說 實力一定不及瑞士 但主場可能有少少威力 這場我們暫時 初段還是先選瑞士 看看什麼衣動 或者我們收到一個陣 我們會再分析 或者職場看看追什麼 因為那天我不用說 但我們球賽也會說 所以星期四可以留意著 我們友善平台 因為 由星期四開始 做到下星期二 會產生世界杯 32支決賽 周圍球隊都會出來了 所以球迷 要留意著 這個星期世界杯外圍賽的發展 沒錯 好了 今天的今晚開禮波差不多 但是 想每個星期都看到 我們今晚開禮波 就要 放金 沒錯 和贏爆周圍盃 不是贏爆周圍盃 贏爆全世界 繼續大家希望支持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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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